公司组织团建 员工们却发现老板竟然无了 为了不让假期提前结束 他们决定保密 假装老板依然在度假 安德鲁和乔森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普通职员 夏天的炎热让办公室变得闷热 但吝啬的老板不愿意开空调 他们就只能穿着短袖 在屋顶上的泳池中办公 就在那个炎热的日子里 两人意外地发现了一份保单的问题 被保人竟然在两年内死了四次 如果被保人没有复活的能力 那么公司可就损失了250万 哥俩兴奋极了 连忙跑去找老板邀工 老板听后果然极为高兴 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肯定 并邀请安德鲁和乔森 周末一起前往他位于海边的别墅 他俩认为 这大概就是升职加薪的前奏 不曾想 两人一离开 老板就找到上的杀手 让他安排人来解决掉俩人 毕竟 这份保单可以自个伪造的 在商定好刺杀时间后 老板便匆匆离开 借口有公司事务 然而 他转身就与杀手首领的女友纠缠在一起 作为手下看到这一幕 当然不能隐瞒 得知消息的首领当然不能忍 直接告诉小弟 目标改为老板 终于到了周末 老板正在别墅里 为安德鲁他俩准备遗书了 却不成想杀手竟然来了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打了一针 当场无了 而等安德鲁和乔森走进来时 看到老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两人以为喝高了 还架着他疯了半天 直到发现老板口袋里面 竟然藏着面粉 以及手上的针孔 当即就判定出 老板是兴奋过头而无了 刚准备报警 却看到门外涌现大批来聚会的人 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打着招呼 甚至有人和老板开起了玩笑 却始终没有人发现他已经去世 两人思索后决定 既然都没有人发现 那就玩过周末再去报警 所以他们打算先给老板换个呆的地方 这样才能更好掩饰 然而 在他们不经意见 尸体从手中滑落 在沙滩上摔了个狗啃泥 幸好大伙都很嗨 见此情景 两人也打算先享受一会再说 老板就先让他待在这里 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 海水竟然在上涨 小伙正准备与妹子深入了解 却看海浪将一具尸体冲上了沙滩 看着老板死死盯着自己 瞬间就泄气了 连忙叫上机友乔森 偷偷把老板尸体藏到卧室 然而 命运似乎不容他们如愿 杀手首领的女人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他们只好声称老板已经喝多了 正在熟睡中 然而 女人对此并没有什么介意 静止走了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 女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而被首领安排保护女人的小弟 目睹了整个过程 看着面色红润的女人 他连忙通知自己老大 得知此事的首领 气得肺都快炸了 连忙又安排杀手去刺杀老板 而此时的乔森两人 为了让老板看起来更像个活人 他们还特意设置了个小机关 每当有人跟老板打招呼的时候 乔森只需拉动绳子 就来带动老板的手 可能昨天泡了一天水的缘故 总觉得老板有点湿 推着老板出来 准备给他塞塞太阳控一下水分 却不成想 一不小心直接将他推下阳台 好巧不巧 刚好落在了杀手保力的背后 看着准备拧掉自己头的老板 保力魂都快下磨了 还好他反应够快 三下五除二地制服了老板 这下 他确认了老板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迹象 这才放下心来离开 而此时帅这边 他觉得这段时间的经历 都快将他逼疯了 为了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日子 他决定报警 然而 却意外地听到了老板给杀手打电话的录音 这才得知 250万的赔款是老板一手策划的 而且为了保护这个秘密 还找了杀手准备消灭他们以保守秘密 为了能够活下来 他们决定带着老板一起跑路 毕竟杀手可是老板雇佣的 老板带员工团建 自己却意外身亡 为了继续享受度假生活 员工将自己与老板的鞋带绑在一起 制造出人还活着的假象 不过这一切都被杀手保利看在眼里 他都快崩溃了 明明自己亲手杀了两次的人 现在竟又出现在自己眼前 为了不被同行们笑话 保利准备再一次终结老板的生命 安德鲁跟乔森为了降低老板 被人发现无了的几率 便准备带着老板身体离开这里 但发现码头只剩老板游艇 无奈只能返回别墅拿钥匙 不过没有体验过快艇的二人 刚上船就完嗨了 全完忘记了老板掉进了水里 就这样一路拖着老板身体 在水面来了一段炫酷的表演 一旁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们 都被老板的技术给惊呆了 纷纷欢呼起来 直到这时 憨憨两人才发现问题所在 好不容易才将老板身体拖上来 却发现玩得太嗨 快艇没游了 而此时几人远离岸边 没有办法的他们只能再次依靠老板 借助他的躯体当作救生圈 一路游回岸边 回到别墅的二人还在寻找离开的方法 却不知此时保利赶了过来 看到端坐在楼梯上的老板 二话不说 就是一个美式执法 当保利准备上楼时 又被老板身体挡住 还冷不丁给了他一脚 差点被干费 这也让乔森得到了机会 抓着绳子就准备把保利困住 但作为杀手的他 什么场景没经历过 轻轻松松成功让乔森将他捆了起来 随后被一圈撂倒 暂时结束了这荒谬的刺杀 此时佛伯勒也赶了过来 老板被保利击毙 安德鲁和乔森成功制服歹徒 受到了佛伯勒的表彰 而保利又一次看到 老板躺在椅子上对他笑 吓得他精神错乱